2022年中夏 贵州省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村 农历6月6篮球赛火爆出圈 被大家誉为村BA 在村BA出圈一周年之际 贵州台江台盘20236月6篮球赛如跃而至 连日来 村BA比赛现场 观众热情高涨 激情满满 整场赛事也充满了农趣 农味 充分展现了村BA的快乐和纯粹 本次赛事之前 当地特邀全国各地各族民众 一起参加台盘村农历6月6吃星节篮球文化活动 共邀请来自全国多支球队 比赛当天 许多村民及游客们早早来到现场 寻找最佳位置等候球赛 记者现场发现 为助力当地农特产品销售 今年的台盘村设置村BA深山集市 125个小摊位摊点 不仅成为了农特产品的展示区 也成为当地村民宣传推荐农产品的窗口 我们猫坡西瓜去年我们就是作为那个CBA的那个奖励产品 能够把猫坡西瓜带来火爆 今年的话我们是想通过这个CBA那个6月6 就是能够把我们猫坡西瓜带火一把 就让农夫更有信心 更有那个想法回到家里创业 为了台盘乡这个村BA我们公司特地准备了一个个星期 把我们的12种那个农特产品把它们摆在现场来 那个让旅客们能够吃到看到我们的产品 总共有那个有休闲食品 休闲牛肉 休闲香猪 及我们的那个辣香猪 这些都是我们本土本土地方的很好的一种土豆产 在此次村BA的揭幕站上 由浙江省长兴县新川村和东道主队台江县台盘村队精彩对阵 台盘村的乡心和乐情 观众也很乐情 对这个整个比赛赛事都充满了一种结情 到这里奖品特别的有意思 我们的西瓜是一等价 我的稻谷是二等价 听说这个稻谷比我们长期的还好 要带回去尝一尝 我相信我们有机会把它带回去 不在我们长期土地上 把我们这个友谊像种子一样种下去 就是说能力受苦 氛围相当棒 因为我们在浙江我们那边的球场呢 大部分是在室内的 而且就是说观众有些的话 可能没有这么多观众席 像这里的话 它这个观众席第一个比我们那里要多很多 然后第二个这些村民也比较热情 尤其是他们当地的人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仪式啊 有他们的独特的这个节目 然后穿插在这个体育当中 这个体育跟文化的融合相当棒 然后我们自己的感受也是非常的嗨的一天 一晚上又打球 又像开了派对一样 就是很嗨 歌舞表演是比赛之外的重头戏 民族歌舞秀加上当地的特色舞蹈苗迪 把苗族卢生和反排木骨的传统元素 与现代前沿电声进行融合 将现场热度不断推向高潮 我感觉到体育的活力带给人的感染力 贵州人民的热情那种纯朴 那种就是不加修饰的就是最纯粹的那种反应 对待浙江来的球员也是 就是在场上的表现也是 从7月15号起在台盘持续了80多年 最传统最原始的6月6吃星节篮球赛 新一轮的赛季将持续开展至7月30号 如今村BA已经成为展示家乡风采 传承乡土文化的平台 也呼唤着更多人关注乡村 聚在乡村回到乡村